各位同学好 那我们接下来复习一下PV.NRT的P 也就是压力 那我们先从压力的定义开始 然后再复习到水压 再复习到大气压 那首先呢是 这是一个铅笔 这是一个铅笔 然后大拇指 大拇指去 碰在铅笔的一端 然后食指呢碰在另外一端 这个是拇指 然后这个是食指 那这个两个 如果这个笔是静指的 那请问拇指受到的力比较大 还是右手受到的力比较大 还是食指受到的力比较大 注意哦 静指 静指所以它是合力为0 合力为0的话 应该是左右的出力是一样大 但是手应该会有一只手指比较痛哦 就是拇指 没有错 那拇指怎么会比较痛呢 所以有必要 它们出的力不是一样吗 那拇指怎么比较痛 所以有必要呢 再创造一个新的物理量 叫做压力 压力是力除以面积 压力是力去除以面积 A是area 然后F是force 那这个P是pressure pressure就是force 然后over area 那单位呢 就是牛顿去除以 乘以平方公尺 那你可以把它想成 是一个牛顿 然后它站在 一平方公尺上 那这个牛顿站在一平方公尺上 这个其实叫做帕斯卡 单位 这是一个新的单位 叫帕斯卡 帕 简称帕 好 那再补充一点就是 其实那个力量一样的时候 痛会不一样痛 你看这个力量一样 食指出的力 母指出的力 力量一样 但是却不一样痛 不一样痛 那如果你再继续压下去 压到很大力的时候 食指先被刺穿 还是母指先被刺穿 那就是母指先被刺穿 事实上会造成破坏的 其实是压力而不是力 是压力而不是力 那其实 这可以有一个更深刻的意义 我们把这个压力的单位 上下都同乘以一个公尺 那就会变成分母 变成立方公尺 分子会是牛顿乘以公尺 变焦耳 这个就叫做每立方公尺几焦耳 叫能量密度 能量密度 能量密度 那能量密度高 那就是容易破坏 破坏分子的见解 那能量密度低就比较不会 所以并不是力在造成破坏 是压力造成破坏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复习液体压力 液压 以前各位在国中学的液压公式是高度乘以密度 那但其实这个是有点小小问题的 因为高度的单位是公分 它是长度 然后密度 是每立方公分几公克 那这两个乘起来 其实是变成了 变成了每平方公分 然后几公克 其实不是压力的单位 因为压力是要有力 在压在这个面积上 但是它这时候 虽然它的 虽然它的分母是 是平方公分 但它的分子却只有质量 公克并不是利的单位 那国中并没有非常的强调 那在高中的时候 我们就要强调一点 高中的压力的公式是 H D 再乘以G 是这样才对 那怎么来的呢 是这样的 好这个是一个水槽 水槽它有这个水 然后水的质量是M 那底面积叫A 那这个 这个液体 它压在底面积上的力量 就是Mg M乘上重力加速度 然后Mg 再去除以面积 这就是在算 压力 力去除以面积 就是压在这个底部上面的压力 每单位面积受得力 每单位面积受得力 这个就会是 可以把M写成 密度去乘以体积 体积乘以密度 就是质量 所以可以把它写成V 乘以D 乘以G 再除以A 这样 A就消掉了 最后就变成了 我们刚刚说的 H乘以密度 又可以写成 H乘以A 乘以Z 乘以G 再除以A 这样A就消掉了 最后就变成了 我们刚刚说的 H乘以高度乘以密度乘以G 这样子才会是正确的 国中的时候 比较没有强调 质量重量的差异 那所以导致说 这个压力的单位 其实不太对 那在高中的时候 我们的公斤 我们的克 每地方公分几公克 要再去乘上重力加速度 要再去乘上重力加速度G 才会变成是克重 才会变成是 一个力量的单位 克重 再去除以面积 这里写错了 不是克 这个前面这个才是克 那乘上这个重力加速度之后 重力加速度之后 克重才会变成 克才会变成克重 那这个每立方公分几克重 才是真正压力的单位 并不是每平方公分几克重 才是压力的单位 而不是每平方公分几克 在国中就没有特别强调这个 所以正确的写法应该是 HD乘上G HD乘上G 那其实这个 其实也没有什么会用到 我们真正要用到 来算大气压力的 其实就直接是每平方公分几克重 这个回到大气压力的这个实验 所以各位知道托里切力 托里切力他发现说真空 他发现真空 他把那个装满的水银呢 倒挂 倒挂在水银槽 然后结果就发现这个 最上端的水银往下掉 然后上面出现了真空 真空 那这个高度是76公分 76公分的水银的高度 就可以把 就可以把 就相当于是大气压撑住 大气压可以把76公分的水银住撑住 好 那所以就可以说 就可以说76公分的水银 它的压力就相当于是大气压力 大气压是压在旁边的这些水银 那水银的压力 水银的密度 水银的密度是13.6克 然后除以3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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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可以直接把它变成克重 我们可以直接把它变成克重 就像前面 前面的这个一样 那这两个乘起来以后 76公分 然后再乘上每立方公分13.6克重的水银 乘起来会变成1033.6 然后后面的单位是每平方公分克重 这个就是各位以前学的一大气压 如果是每平方公分几克重 是1033.6 那这个我们在物理里面习惯用公尺和公斤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公克重改成公斤重 但一公克是一千分之一公斤 所以这里分值要多了一千分之一 那分母从公分变公尺也是一百分之一 一百分之一的平方变一万分之一 所以结果是10然后公斤重去除以平方公尺 然后接着呢再把它带回去1033.6 就会变成1033.6 然后公斤重 再去除以平方公尺 那公斤重也不是物理常常用的单位 我们喜欢用牛顿 那各位还记不记得一公斤重是几牛顿呢 没有错就是9.8 在地球表面是9.8牛顿 所以又会等于1033.6 去乘以9.8牛顿除以平方公尺 所以最后会变成1013.6 大约大约是1013.6 然后牛顿除以平方公尺 这其实就是帕斯卡 就是我们刚刚介绍的 我们刚刚在前面介绍的帕斯卡 帕斯卡就是平方公分分之牛顿 平方公尺分之牛顿 就是帕斯卡 所以一大气压是1013.0帕斯卡 也是1013.0百帕 好这样子 那我们压力就先复习到这边 之后我们会用到这个结果 一大气压是等于1013.0帕斯卡 之后我们会用到这个结果